日前邓伦和贝比现身上海街头拍戏 当天贝比穿着灰色的西装 身材看起来很新瘦 他和邓伦在路边吃面条 堵起嘴吃面条的样子相当可爱 就像一只进食的小仓鼠 贝比自从出道以来 亮眼的外貌一直是讨论焦点 他更拥有四分之一的德国血统 五官精致仿佛洋娃娃般 自从嫁给黄小美之后 两人也是相当恩爱 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儿子小海绵 打扮后人气依旧火红 一直都在节拍新戏 不久前他在微博发文 长真眼了 刷红绳有用吗 让大批粉丝看了直呼好心疼 照片中他的左眼明显红肿 让一大票粉丝看了担心不已 仔细一看 按住了baby的自拍照中 他的左手中只静绑着一条红绳 原来有民间偏方式长真眼 手指头上绑红绳就会好 据悉是因为可以刺激学到 但并没有可学依据 而他采用民间偏方的行为 让粉丝看了翻翻建议 这只能起行李作用 去趟医院吧 也有网友知乎 这是迷信